日前網上風傳港女指控男學生眼神性騷擾的影片 隨即引來傳承的關注 影片中男學生的媽媽就在社交平台發文講述感受 說兒子要自己一個很無助、很委屈、哭著的 向街坊解釋這件事我覺得很慘 她媽媽又透露事件的後續 指涉事的港女一方面堅持要兒子道歉 但他們認為沒有做錯就不會道歉 警察也幫忙說 不能要求我們說對不起 之後他們就沒有理會的女孩子 而男學生就由父母帶回家 因為受驚而哭 事件的第二天還要請一日假休息 男學生的媽媽形容這次是人生的污點 幸好沒有人懷疑她兒子性騷擾 幸好從小到大都教了她 她沒有做錯的事一定要跟人解釋 網民看過後就大讚 兒子好爛、好冷靜 EQ非常之都 這些我們大人都要向你好好學習 又稱讚樓主家較好